各位Wolf Media的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我是胡忠男 很高兴又在这个平台和大家见面 今天我想带大家领略一下 美国的民主党人 铁杆的激进的美国民主党人 他们的世界观 他们的观念 他们的意识形态到底是怎样 我们作为追求自由 追求民主 追求法治的 善良的 拥有传统道德价值观的人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他们 如何把他们的这种思维的这种错误 给他拧油转过来 然后并且帮助大家了解 帮助大家就是理解一下 为什么单纯通过敌对的 通过军事化的一些手段 通过就是说非常直接了当的这些反对的这种方法 为什么作用在左派身上往往效果会适得其反 好 那么我们开始 首先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小说 叫做《1984》 从这部小说里面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 面对的美国的民主党人 就是以南希佩洛西为代表的那些铁杆的激进的民主党人 他们的一些做法到底是怎么样 其中有一段就是 叫做奥布莱恩 就是《1984》这部小说里面 他是一个人物 就是一个思想警察 然后呢 他是在审问我们的男主角 就是史密斯 就是温斯顿史密斯 他是这样说的 他举起四根手指 也就是奥布莱恩举起四根手指 问被监禁的那个反对派成员 温斯顿史密斯 问他看见了多少 可怜的温斯顿坚持说 他看见了四个 但这不是奥布莱恩想要听到的 他说 不 温斯顿 你疯了 有五个手指 审讯一直持续到 温斯顿饱受痛苦和疲惫的折磨 并且舒服了他内心的那种精神 精神错乱 精神错乱 终于啊 温斯顿通过眼泪 他同意了 自己对自己是在撒谎 他一直对自己在撒谎 从而他承认了自己看见了五个手指 他知道二乘以二等于五 他自己的个性 他自己所张扬的个性被这种宗教裁判式的做法所打断 最后他已经知道他自己赢得了胜利 就是克服了之前那种错误的想法 他知道他是在社交圈子当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最终最终他了解到接受了他知道他爱自己的老大哥 就是这样一段这样一段剧情 就是通过摧毁一个人对客观事实的认知 最后导向要让他知道其实他一直爱着那个老大哥 现在针对美国人的这场运动 其实和奥威尔式的思想警察的手法是完全相同 就是那种对历史的篡改和心里的 对人心里的那种迫害的那种纲领和这个1984当中的手法是完全一样的 总结起来就是叫做谁控制了现在 谁就控制了过去和未来 民主党人要做的就是要让大家要说谎 要相信谎言 因为谎言比事实更强大 但只是他们没有告诉美国人 他们这种强制性的指示 其实就是集权专政的手段 那么民主党人想要美国人接受的那种谎言到底是怎么样 可能很多人还并不真正清楚 因为就是在海外民运的这套言辞逻辑下 他们简单的把所有的东西都诉诸为中共的渗透 但是对于像目前这么大的推动力来讲 就是说国会事件等等一系列前前后后这么大的推动力 我作为一个观察者 我难以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老共在推 老共当然有起到一点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但是本质上讲 美国左翼思潮的这种思维习惯也是有 也是最主要的 因为任何东西就是外部因素都是为辅 内部因素为主 美国左翼想要让大家承认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 美国的宪法是一个种族主义文件 那如果你不同意怎么办 你不同意您就是种族主义者 美国人就被告知要一直要相信这些事情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就会被民主党人判定为疯子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都是毋庸置疑的 在追求政治身份和权利的这种时候 要接受这种误导性的这种叙述方法 那么如果你接受了这种误导性的思维 就是被认为你是在接受一种美德 任何朝着不受限制权力迈进的政治运动 其实都需要对目标人群进行广泛的思维和行为控制 那么其实 美国民主党所在做的这一系列的套路 就是这样的套路 那我相信最初的那些推动者是别有用心的 但是不能说所有的就是这种思潮的拥顿 都是别有用心的 大部分人我相信还是被蒙蔽了 被蛊惑了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陷入了一种 其实一种自以为是的精神错乱 他们这种实施一种教条主义的思维 这种教条主义的思维 使他们变得愚蠢 使他们变得没有办法正视客观的事实 那么使我想到了什么 就是精神病患者 精神病患者他们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是非常片面的 僵化的 他们可能只是看到了一个事情的局部 然后他这种狭窄的这种认知方式 就是充斥了他整一个 思维的全部 那么当他碰到任何一个跟他所理解的这种 世界观相悖的这种理论 换句话说你作为一个正常人 你点醒他 点破他 那他会怎么做呢 他其实 会由衷的升起一种反抗 他会 就是我们讲就是 退回到一种原始的婴儿的状态 就是当他 当婴儿的世界观崩塌的时候 他要做的就是哭啊 闹啊 然后要把整一个世界给砸烂 这个就是一种人类就是萌芽状态 幼稚状态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那么现在就是就是民主党那些像佩洛西这样的激进分子 他们的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模式恰恰就是这样子 比如在国会山的游行集会 其实之所以会就是迎来就是民主党这么大的反弹 有一种说法是他们故意的 就是像当年老共一样故意要把你打成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大家要清楚一点就是说 美国它不是一个集权专制的社会 就是说美国现在形成的这整一个局面 其实很大一部分还是由人自发形成 就是由民主党人出于自己内心的这种诉求自发形成 这个就是很恐怖的 那么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统一的这种行动 有很大的一点就是因为国会山的这个就是这么多人的一个聚集 使他们内心感到了由衷的恐惧 也就是他们认知的这个就是这个认知的这个世界就是崩塌了 那么这种认知是世界的这种错乱 其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就是从对特朗普总统的误解开始 因为啊 川普总统从他一上任开始他就出色的使用了推特去否定 总是去否定 就是左派对事物的含义的这种控制权 其实左派本来是通过推特 Instagram Facebook等等这样的渠道来控制美国人 那川普上来他非常熟练的使用了推特 那么就是说他们左派感到他自己的控制权被挑挑挑挑挑战 那么他就要用四年的时间用谎言去摧毁川普这个人 1月6日的国会山的群体性事件 是他们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一个噩梦 因为他们的深刻的不安全感就是从这件事情当中所体现出来 因为他感到他们光是对这个像推特啊 像这种主流舆论的控制似乎还不够 因为他们已经这么强大的对这个主流舆论进行控制了 但是他发现这一切都是脆弱的 还是有这么多的美国人能够形成一种合力 那么 可以看到民主党他是一个仇恨的组织 他就是说那些极端的左派 他们所相信的就是美国是一个总统主义的国家 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仇恨 是对美国的仇恨 对美国人的一种仇恨 所以说他们是这个新冠病毒 以及这个弗洛伊德被杀的这个暴动 他们叫做是 we the people 这个斗争当中的运气 他们把这个称之为运气 相反他们把 国会山事件 和911事件 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说这些 归根到底这些所有的 这些行为 他内在的思维的支撑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一个人 当他认知了这个世界之后 一旦发现真实世界 跟他的认知产生了一种 就是矛盾的时候 他就激发出了内心的恐惧感 然后想要 用更大的力量去控制 如果控制不住 他就是不需要把这个旧的这个世界给粉粉碎掉 这个是就是他人内心产生出来的这 这一种 应该说是 就是恶的一面吧 那么我们 我们 作为有良知的 希望美国好 希望全世界好 希望大家都能生活在 自由民主环境下的人 来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 其实 恰恰是不能以一种 就是强大对抗性的 这种方式去 对抗他们这种思维的错乱 因为在实际在临床治治疗当中 对于对于一个就是 对于一个客观现实认知已经产生偏差的人来讲 你事实上你怎么去点破他 你怎么去劝说他 都是没用的 你越劝说 越点点破他 最后换来的其实是他更大的一个反抗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其实是一种 就是宣扬正向的那些正能量的东西 让用一种爱 用一种包容 用一种理解去 就抚平啊 那些左派他们对于现实的那种仇恨 对于现实那种不安全感 那种恐惧感 我们应该就是作为就是心智更为成熟的人 应该是这样去对待他们 那相比较来说而言大部分 就是川普的支持者 现在所感到的那些恐惧也好 什么也好 我觉得这种恐惧感恰恰是 最要不得 因为美国它不是一个专制极权国家 那些像国会什么什么暴动论什么什么 只是一部分人在说 因为你美国你找不出一个真正的官媒 像那些左派媒体它只是党媒 只是代表民主党的声音 那你作为共和党你不能说 完了完了他们已经把我们都控制 那等于你自己就承认了自己已经被控制 是事实上有吗 其实并没有 你从人口比例上来讲 你假如你相信这个选举是作弊的话 那你更应该相信就是说 持正面的 就是说持这种积极的传统价值观的人 是占大多数 所以说人要做的 其实恰恰是要从那种恐惧感 从那种对抗性的那种情绪当中要摆脱出来 然后试图要对周围的 你如果碰到有持这样 就是观念的人 你有碰到觉得美国是一个 种族迫害的国家等等等等 持这种观念的人 你恰恰是要去说服他 用一种包容的一种口吻 用一种客户的爱抚的 就像一个爱抚一个小孩子那样的 这样的一种口吻 其实就是跟心理医生在治疗病人的 这样一种口吻 最后你才能慢慢的把它们转化过来 因为很简单 美国现在就有两条路走 第一条路就是 最后大家能统一意见 那么这样就是避免的流血 避免了冲突 因为现在双方的从意识形态层面上 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谈了 已经到了一个空前对立的状态 那么在这种空前对立的状态 你要选的就是那两条路 要么是走武装斗争这条路 那么这条路要会有大量的人付出生命 我们其实是不希望看到的 因为要就是说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说你的这个牵扯面太广 假如说你真的要把他们 让他们都闭嘴 让他们都放弃自己的这种想法 你是做不到的 你不可能通过把他们消灭的方法 他们自己就是这么想的 你不要以为真的就只是那 就是一小部分人被被老共收买了 其实不是很多人真的就是那样想的 那你能做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要把他们这种思维要转变过来 那其实我觉得每作为每一个 持保守主义价值观的人 都应该参与到这场行动当中 我觉得这场行动可以是一种 可以有一种更加好一点的 更加积极开放包容一点的一个称号 比如说是 比如说是那个大和解运动 等等就是象征的左右派之间的和解 就是说一定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推动一场 就是思维的觉醒 就是说让大部分无知的群众 从那种斗争的 那种黑暗的仇恨的 以及人与人之间空前设防的 就是树立敌我这样之分的 要从这种敌我之分的 这种思维模式当中出来 这个才是真正最后能够解开 美国这个节的一个方法 好的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订阅 评论 转发 Wolf Media的视频 我是胡仲南 谢谢大家